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一个地方得不到尊重和欣赏 那我情愿去别处 罗尔邓在2016年从热火队被交易到了胡人队 而在2016年胡人队正处于重建阶段 他们跟罗尔邓进行了续约 双方签订了一份四年7200万美元的大合同 而胡人队在那个夏天还跟莫兹哥夫签下了一份长约 这两份合同后来都成为了拉基合同 而莫兹哥夫已经被交易走 但是罗尔邓目前还是留在胡人队 罗尔邓在上赛季的薪资是1719万美元 但是罗尔邓仅出场一场比赛 出战13分钟得到两分一助攻 罗尔邓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的薪资是1800万美元和1881万美元 罗尔邓的合同已经完全沦为拉基合同 胡人队想要交易 他却完全没有球队愿意接手 而胡人队似乎也不再会给罗尔邓出场时间 尤其是詹姆斯加盟之后 罗尔邓的地位很尴尬 他或者会继续留在板凳席上 胡人队明年夏天如果想要招募两个以上的球星 跟詹姆斯组成夺冠阵容 那么他们也要努力处理罗尔邓的合同 无论是交易或许是买断 而罗尔邓自己对于自己在胡人队的位置也是非常不满 他希望可以得到出场机会 而在胡人队显然是不可能了 罗尔邓曾经也是全零星封线球员 巅峰时期也可以赛季场均得到19分6.9篮板3.7助攻 而如今却沦落到无球可打的地步 除了年纪老了以外 联盟流行小球打法也是问题之一 而并非罗尔邓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加盟其他球队或许还是可以作为替补上场 但是在胡人队是完全没有机会了 所以罗尔邓或许也会跟胡人队达成买断协议 这样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罗尔邓可以继续寻找下家 而胡人队可以增加薪资空间 为招募球星做准备 钢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